- 如果你問台灣人他們最懷念的遊戲名單 我想世紀帝國2絕對會是榜單上的前幾名 從今天的罰罰罰罰罰木工 再到陶金營的配音儀 聽到這些聲音我相信有很多的台灣人 都會瞬間的被勾起紅蓮回憶 無論是小時候與兄弟姐妹一起 在電腦桌前爭奪滑鼠和鍵盤 又或者是在大學宿舍裡 與三五好友一起打內戰 又或者是在網咖加一小 就為了與朋友分出勝負 就是想要出頭死車砸隊友等等 世紀帝國2這款遊戲幾乎是台灣一代人的共同回憶 從1999年11月20日 世紀帝國在台灣第一次的亮相 到現在2024年已經過去25年了 很多玩家都已經長大成了 有了孩子甚至有了孫子 許多人為了家或是夢想 離開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世紀帝國 而且素食時代的興起 讓遊戲節奏變得越來越快 也讓RTS類型的遊戲面臨到討債 但是沒有人想得到 在經歷這25年來的風風雨雨 世紀帝國2他仍然頑強的存活 甚至有一群人在這幾年也努力的想要復興這款神作 我每一次跟別人講到世紀帝國 很多人都很訝異 因為這款25年的遊戲現在仍然在持續更新 現在不只有更好的畫質 有更好聽的音樂 有更多元的文明及單位 有更豐富的在意劇情 甚至他有了更激情 更讓人緊張的精彩變競賽事 如果你曾經喜歡過世紀帝國 而且看到了這部影片 那就代表著 我們非常幸運裡 又找到了一位 失散多年的世紀帝國玩家 無論你當時玩的是紅色頭盔 也就是當年俗稱的AOK 又或者是之後更有名的藍色頭盔 征服者入侵 ALC現在我都會推薦各位 可以加入到最新的版本 世紀帝國2決定版 它是官方在2018年推出的重製作品 不僅支援4K超高清的畫質 還添增了許多的新聞迷 動畫 音樂 戰役 煤技 也有定期更新內容 調整平衡 還有天梯排位系統 可以讓玩家們互相切磋 不用再像以前一樣 辛苦的找對手了 那接下來我們將引導各位 如何在自己的電腦裡 安裝世紀帝國2決定版 重新感受這款神作遊戲 首先各位要理解 現在的遊戲絕大多數都轉到線上去 所以不會像以前一樣採光碟的模式銷售 現在的光碟基本上是舊版內容 而且更多是收藏用 所以如果你想要重新遊玩世紀帝國 那我會建議大家還是在網路上購買比較好 另外要注意的是 這款遊戲只支援Windows 10以上的作業系統 現在世紀帝國的銷售平台有兩個 一個是微軟的官方商店XBOX 另外一個是赫赫有名的遊戲平台Steam OK那不論是XBOX STORE還是Steam我都推薦 那Steam的話呢有定期的優惠折扣 那不只平台會定期打折 遊戲營運商也會不定期的利用話題來打折 如果你聽到這邊非常心動 想要回歸到世紀帝國中 也請注意一件事情 在Steam搜尋時一定要輸入英文 很多人進入頁面後也會有疑問 除了主程式以外 還有好多的資料片要買 我們到底要買什麼呢 這點不用擔心 我們已經幫大家準備好參考畫面了 現在大家只要按照我們整理的畫面 依照自己的喜好 就可以趕緊入手這款神作遊戲 在右上角選擇購買完成之後 點擊收藏庫 找到你的世紀帝國 在安裝完成之後 按下開始遊戲 恭喜你 你已經成功打開了這款神作遊戲 進入遊戲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非常陌生的介面 請各位不用擔心 我們會一一介紹 從右上角開始 第一個是你的頭像跟名稱 你在遊戲名稱時 是綁定你的Steam名稱 如果你是從XBOX購買 則會在你的XBOX名稱上綁定 那頭像呢 有很多內建的圖騰 可以去選擇 頭像左邊有三顆按鈕 綠色的按鈕代表將遊戲帳號 與微軟帳號綁定 信封按鈕則是通知 齒輪按鈕則是負責設定 以及模組安裝的地方 這邊就來介紹一下 新版本的世紀帝國 現在可以安裝大量的輔助模組 甚至他可以安裝別人製作的優質戰役 如果你想要跟別人單挑 又或者是跟朋友團戰 那我會推薦畫面上的這些模組 只要在模組的頁面 按下瀏覽模組 並且輸入關鍵字 點擊該模組後 按下訂閱鍵 重開遊戲 不需要安裝 都可以安裝好模組 再來是左邊的頁面 現在官方把遊戲的單人 及多人分開 單人遊戲包含 戰役、編輯器、突襲 也就是單人打電腦AI 如果你是戰役或編輯器的玩家 現在戰役的數量 已經從征服者時代的 57個戰役關卡 到現在已經有了244個戰役關卡 你甚至還可以在 世紀帝國2決定版上 玩世紀帝國1代 而編輯器的部分 官方也會定期開發新功能 包含黑夜系統 以及許多酷炫的東西 如果你曾經很愛玩編輯器 那你更需要回來回歸嘗試看看 最後是突襲部分的介紹 這邊就是舊版本的標準遊戲 但是裡面有更多不同的模式 還有地圖可以讓你們選擇 帝國戰爭、大逃殺、主城保衛戰 這些都是決定版開始才有的模式 接下來是多人遊戲 多人遊戲最核心的 當然是我們的天梯系統 以前跟朋友約單挑 都要等很久 如果你沒有認識的玩家在線上 你很難找到別人跟你一起對戰 那麼現在的天梯系統 則是會幫你匹配世界各地在線的好手 並且兩人的實力也會相對平均 基本上不用擔心遇到超級高手 那你呢也是可以找你的Steam好友 一起組隊打天梯團戰 經典的遊牧、黑森林、競技場 都是值得大家回來體驗的 那我當然也是非常推薦大家 加入我們的Discord 跟隊友一起遊玩斯基地國 因為野團的這個實力呢 或是配合度呢 當然是沒有比朋友來得高 以上是現在全新的斯基地國2決定版介紹 其實這部影片我個人是希望 可以讓以前的老玩家們 有機會體驗現在最新版本的斯基地國 讓我們回歸到當年的風潮與榮光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觀眾朋友們 記得幫我們點讚、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甚至推薦給喜歡斯基地國的大家 我是瑋恩 我們就下集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